嗨好,我是于轩 天下明月到手游三册以来 我又一直关注人数和留存度的一个问题 毕竟游戏还是一个买方的市场 高人气是一回事 最终能够留下多少人玩还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知道这一次测试 同样也是一号难求 资格非常的难得 像我都是用花钱买的这样的形式得到的 所以第一天的时候 我大概算了一下根据帮会的数量 第一天大概有两到三千人进入了这个游戏 我们帮会也算是一个中等的帮会 第一天的人数也是满额95人 到了第七天之后 一周之后 我发现在线率最高也只能达到20多个人 说明有70多个人已经不晚了 据我了解 有一些好一点的帮会 就是前几名的那个帮会 在线率也只能达到五六十个人 所以这样算下来 就是那次还没过七天 就大概七坑了一大半 为什么大家玩不下去呢 无非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玩了几天之后 发现这游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玩 所以就七坑了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人呢 就是可能觉得这游戏还不错 进来看了一眼 但是呢 因为是内侧嘛 所以没必要过于干 所以呢 也七坑了 这样的结果可能会让我包括很多 没有拿到资格小伙伴都非常的意外 大家都是在外面嗷嗷待哺 然后这边既然都这么多人已经七坑了 我相信这也应该也是开发团队值得注意 也是经过一个优化的一个方向 但是呢 我不得不夸一下这个开发组啊 我觉得他们也真的挺优秀的了 挺用心的了 几乎每天都要有很多的更新 从这个方面呢 也说明天刀目前真的还不够完美 可能还需要不断的优化和改进 所以呢 公测我觉得还会等到一段时间 特别是前段时间 天刀顺利的拿到了板号 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的兴奋 觉得马上就要公测了 但是根据北极光以往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作风呢 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 最近的两个数据可以表明 第一款呢 就是狐妖小红娘 也是北极光的一个游戏 它是在19年的8月8号拿到板号的 但是它不删档的时间 是在19年的10月31号 所以中间大概相隔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另外一款游戏呢 是雪英灵主 它是19年的9月20号拿到板号的 但是在19年的12月17号才不删档 也是相隔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不知道天刀还会隔多久 才会正式的不删档 但是我觉得应该 目前的状况来看呢 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可能还要需要不断的优化隔改进 目前因为并不太完美 可能也不符合 这么高的一个期待值 所以我希望它不要的匆忙的上市 来做一个快餐的游戏 希望再打磨打磨 然后真正的能够符合各位武侠迷 各位天刀迷的一个期待